然番剧场!然番啦! 129集 当狂风平息 众人目瞪口呆 表情变得十分精彩 仅是拳风就如此威力 这要是接见试试挨了这一下 不得被打成肉泥样 夏龙这时瞪眼惊呼道 大哥 我也觉得 大哥二哥 我的想法和你们一样 木晴雪姐简直就是个怪物 太可怕了 战斗还未结束 吕月在站顶之后 一脸郑重地望向木晴 我还未出全力 接下来的一剑 如果你能接住我认输 但此剑威力极大 可能会误伤到你 你要拔剑了吗 木晴一脸好奇地询问道 此剑不会对同类出手 这是我不用剑的情况下 最强的一式剑招 来吧 木晴自信点头 听说吕月要全力以赴了 众人顿时又期待了起来 在众人的好奇目光中 吕月背后的剑蓝开始颤抖 伴随着吕月单数朝天一旨 一道蓝色流光 自剑蓝中浮现 在吕月头顶化为了一柄蓝色能量 构成的零件 此剑是名为断空 雪姐姐好了 战斗中从不过多言语的吕月 在此刻爆出了剑是名 显然是承认了木晴这位对手 木晴听闻 试图回应吕月的礼貌 但看了眼自己紧握的右拳后 表情不由地愣了一下 此招式名为 大力拳 在木晴说出招式名称后 吕月双手牵引蓝色能量剑至跟前 随后抖然朝着木晴一推 刹那剑 狂暴剑气肆虐 在地面留下了交错纵横的剑痕 蓝色能量剑也在飞行中一划二 二划四 最终变成了三十二柄蓝色的能量剑 凝结出剑阵之后 威力陡增 啊 这星生是什么怪物啊 站在风骑身边的凌冉 此刻忍不住瞪大了眼 面对逼近的蓝色剑阵 木晴轰出了蓄力后的一拳 顿时狂风呼啸 站在远处的虚红云和和尚 更是被这股力量直接吹飞了起来 身体贴在了墙上 当木晴的拳头与剑阵接触 只听到咔嚓声响 三十二柄相互连接的蓝色零件 同时出现了裂纹 伴随着木晴的拳头朝前一推 顿时所有零件的红石碎裂开来 化为了洋洋洒洒 飘落的蓝色能量 横拍的力量 更是继续朝前倾斜 在吕越不敢置信的表情中 从他右侧掠过 轰在了远处的墙面 用特制材料制作而成的墙面 不堪重负 轰然垮塌 冲击波更是将摆放在场地 两侧的兵器架全部吹倒 一片狼藉 我的实力应该在班级里能排个 第三 凌人感到震惊的同时 有些不确定的转头望向 木晴询问道 放心 你是第三 风鸡笑着给出了回应 抬头望向吕越 此时 吕越似乎受到了打击 眼神间充斥着迷茫 显然是被这一拳打得 有些怀疑人生了 若非木晴这一拳 本就没有对准了他 这一下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他觉得即使自己全力以赴 用上剑篮也不会是木晴的对手 这一拳 他无论如何都挡不住 望向木晴 此时他一脸轻松 似乎刚才那一拳 不过是随手一挥 根本就没用出全力 吕越心中的傲气 在此刻被彻底粉碎 我输了 望着面露苦涩的吕越 木晴点头道 学弟加油 说完 他转头向着风琪跑去 脸上浮现雀跃笑容 似乎十分开心完成了风琪的任务 就差明叔快夸我了 师姐 厉害啊 早已猜到结果的风琪 这时笑着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听到风琪的夸赞 木晴脸上难掩笑容 脉步来到还处于震惊中的吕越身旁 风琪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事吧 吕越摇头道 没事 就是有些意外 难怪你让我全力以赴 现在我明白了 就算我拔剑也不可能是木晴学姐的对手 转头看了也已经被其余心声围在中间 不断询问的木晴 风琪笑道 别为此感到沮丧 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望着面露疑惑的吕越 他继续道 难道不该高兴 人类中出了这么一个天资卓绝的强者吗 听到这番话 吕越恍然 随后郑重点头道 他的出现 是我人族之幸 好了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我们该回去了 说完 风琪带着吕越走向众人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际 体育馆管理员表情阴沉地 从垮塌的墙面中走入了场地内 随后望着风琪开口道 怎么回事 你们是训练还是炸场地啊 环顾场地四周一片狼藉 风琪不由地尴尬道 抱歉啊 测试中出了一点小意外 这是小意外 确定没使用爆炸性科技武器 只是纯粹无力上的对抗性测试 面对质疑 风琪沉默数秒之后 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 再给你来一次示范证明一下 听到这番话 管理员表情恶然 随后无奈道 行了 你们走吧 这里我会联系维修部门前来处理 下次高强度的对抗性训练 去操场东面的沙场里 实在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了 我们下次注意 风琪面带歉意回应道 结束了测试性训练 风琪对于吕越的实力 有了大致了解 虽然无法与母亲相比较 但也有着冠绝同辈的战力 她对一个月后的新生团体比武赛 更有信心了 回到教室之后 学员们之间的关系亲近了很多 尤其是众人对于母亲的态度 期间还在不断议论着母亲的实力 时不时望向母亲问上一句 被关注的感觉 显然让母亲有些不适应 接下来风琪上课 从最初的猛虎拳开始教学 对于体修最感兴趣的 当属夏家三兄弟了 可堂上显得十分活跃 时不时地举手提问 而他也都会对这些问题 进行详细解答 一个月后的新生团体比武赛 除了个人的实力之外 还需要团体配合 正常配置的领域战团 需要有人担任主力输出 兼实 就是团队呈伤 还有需要控场 医疗 医疗 战斧 阵法师 灵药师 远程术法师 也就是远程输出等等 有了各种职业的搭配 才能在危机四伏的领域场中 进行猎杀 采集等工作 新生团队不需要那么完善的配置 可以去掉非战斗项的灵药师 灵框便实施这类职业 但基本的战斗阵容搭配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个成型的团队能显著提高战力 既然决定将目标定在冠军 风气就没有打算敷衍了事 更何况这些学员是他将来 组建领域战团 从领域场捞金的主力人员 可以通过这次团队比武 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但团队配置 协同作战方面的相关知识 他了解得非常有限 现在根本就交不了 所以他今天先暂且上修炼课 打算下次进入未来梦境时 再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教授给战斗三班的新生们 后续他也会针对每个学员的特点 从未来数据库中获得对应的知识 来培养他们 例如蔡果来自医疗学院 非常适合成为团队中的医疗员 他可以从未来数据库中 抄来作战医疗术方面的知识 来培养他 往后他需要推出的东西很多 很杂 所以天才这个人设必须稳住 他和白福生说的全才 就是他接下来的目标 他要让世人对他从惊讶 变成习以为常 可惜苦了未来的你 你越装逼他越苦逼 不过想要改变未来 现实社会确实需要你的创造 来推动进步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未来的自己 磕几个响头 以此来感谢未来的你做出的牺牲 无视了旁白的话语 他继续专心讲述猛虎权的相关知识 第一次听未来人的体修理念 除了和尚心不在焉之外 其余新生都听得十分认真 这期间 新生们终于明白 为什么年纪差不多大的风奇 有资格担任他们的老师了 等这堂课结束 已是中午了 在吕月等新生离去之后 风奇与凌染 沐晴 静止来到了学府餐厅 吃完了午饭 他回到了宿舍 然后上网购买了一批 酿制清新酒的材料 下午没有课 他打算去找乐平安学习 如何酿制清新酒 为下一次的未来梦境之旅 做准备 接下来的几天 风奇除了上课与吃饭时间 还经常与乐平安待在一起 向他请教清新酒的 酿制手法与流程 始终麻烦乐平安 他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既然清新酒的酿造 并不复杂 他打算先花费四十余万 买一套辅助炼药的设备 然后亲手酿制清新酒 几天时间的接触 乐平安与他相处的 不再像之前那般拒警 在他的要求之下 乐平安也开始称呼他为 齐格 而不是封老师 毕竟年龄相差不大 汉老师显得太见外了 除此之外 琥珀概念赛的排名 正式出炉了 人体众神的概念 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 但五百万奖金的下发 还需要走一个流程 暂时未到封其手中 一等会儿 不维持人物 未到达 未到达